最新的卫星图显示中国在和布丹存在争议的鲁林地区已经开始开荒建设 这个鲁林地区是中国和布丹之间存在争议的一块地区 位于西藏亚东县东南 面积大约是340平方公里 这里边有茂密的原始森林 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近日有卫星图显示中国已经在鲁林地区进行开发建设 这个对于维护边境安全牵制印度有重要的作用 什么意思呢 就是开始建公路可能 在原始森林里边建公路 鲁林地区属于中国的领土 它的东边就是布丹 清政府在1843年 以前就在鲁林取源头 叫哈拉山口树立了结尾 而且明确了中国和布丹的边界 但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 布丹是趁机寝入该地区 而且在这个切尔堂等地建立了居住据典 在1959年以前 布丹的牧民过届放牧 而且还要向亚东投人缴纳相关的税费 中国布丹两国从1984年开始就边界问题进行了多轮的谈判 但是由于印度的干涉挑拨 至今是没有达成最终协议 目前中国和布丹边界仍旧存在争议的地区 现在一共就两处 叫白宇地区和亚东地区 其中亚东地区又包括 鸡武、茶马浦、鲁林、洞朗 鲁林地区是亚东的一部分 也是中部边界争议最大地区之一 这里边有丰富的原始森林资源 还有牧场资源 也是亚东牧民夏季的草场 我曾经开车在这一带转过 咱们说探险 一点不输亚马逊雨林 由于地形复杂 交通不便 中国对该地区的控制力度是一直不够强的 而这个布丹在该地区有众多放牧点 还有马道 而且设立了自然保护区 中国在鲁林地区开发建设 最新的卫星图显示 叫康布马曲 就是亚东沟 东边一部分区已经被中国边防人员开发建设了 这个区原本是被茂密的原始森林覆盖的 现在树木被砍伐 土地被平整 平整之后 接下来应该就是修建村庄 哨所营地设施 另外呢 叫康布马曲 上面还出现了便于通行的一些桥梁 也就说中方已经进入康布马曲 东岸开始在鲁林地区进行开发了 这个举动就表明中方对该地区主权坚定的维护 还有边境安全的高度重视了 同时呢也说明了啊 中方和布丹方面在边界问题上可能是已经达成一定共识了啊 来说这个地带就是中国的啊 你就可以开发了啊 否则如果是一个争议地带啊 那很显然中国啊 在没有达成协议之前是不能轻易动的 在签署关于加快中部边界谈判三步走路线图谅解备忘录之前 中方已经向布丹方面提出了对鲁林地区进行开发建设计划 而且呢得到了布丹方面的默许或同意了 这也就说明中国和布丹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应该是相互信任啊 合作的就是布丹是对中国信任的 没有受印度干扰破坏啊 这个鲁林地区呢 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啊 因为一旦控制鲁林 那么就能更好的控制西边的洞朗地区 这个洞朗再往西就是印度啊 中国边防官兵呢 曾经和非法入侵的印度士兵在洞朗发生过对峙 而如果中方把旁边这个鲁林控制下来 那么印度方面以后啊 就不敢再进犯洞朗地区了 咱们仔细看这个地图啊 中国洞朗地区啊 这个他的东边啊 那个康姆玛曲东边啊 就是鲁林 那如果咱们控制鲁林呢 就可以做一个后方了 这样洞朗就不会左右啊 被夹攻状态 那么鲁林呢 咱们以前的士兵进入这个 进入洞朗地区的时候 都担心鲁林地区啊 这个不丹方面啊 与不丹方面啊 有这个摩擦 所以现在看呢 这个地方就变成中国的后方了 那么印度就明白了啊 现在看啊 就担心啊 中方啊 会不会在这个方向更加强硬 东朗地区中国和印度之间存在争议的一块 一块领土啊 这是西津东边 面积大约100平方公里 这里是中国印度不丹三国的交界处 也是通往西藏的一个重要通道 2017年6月 中国和印度在洞朗发生对峙的事件的时候呢 持续了73天 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洞朗对峙事件之后啊 中方在该地区建立了军事设施 而且实现了对北洞朗南洞朗实际控制 2020年 中方在该地区建立了叫庞达村 首次在争议区实现行政存在了 在洞朗高原 中方公路已经推进到洞朗河口 在海拔1700米的位置 建了中国西藏最南的叫阿桑少佐 反正我开车去这个藏南地带的时候呢 你走着走着可能就已经到了边界了 但是呢你必须要有这个在户基地 派出所办的这个通行证 才能继续往前 那一带随着山往下走啊 就是越往下走啊 这个越像什么呢 越像这个啊 咱们说热带啊 然后越往上走啊 这个越像寒带 中方边方人员现在通过努力 不断加强边境地区管控力度 让这个印度越来越没有可能之际啊 而中方在鲁林地区开发建设 也是对印度的一种牵扯和警告吧 如果印度再敢对中国边境地区发起挑衅侵犯 中方就可以采取必要措施 进行这个反击了 鲁林一旦是进行了完整的控制 那么很显然咱们的啊 这个咱们的前线对吧 就后方了 中国和布丹向来是比较友好 虽然呢存在领土争议 但是其中有不少都是因为印度调拨的 啊 中国现在开始在鲁林地区动作 而布丹方面啊 没有任何反应 应该就是中方和布丹方面已经达成共识了啊 甚至不排除布丹 已经放弃鲁林地区主权了啊 所以咱们看呢 现在啊 这个好消息啊 就是中方在这个方向已经开发了啊 如果对方反对的话 这个一定会啊 一定会有反应的 现在看呢 这个地区应该是中国重新拿回了 中方边方人员正通过努力啊 我觉得现在一点点在恢复中国的啊 实际控制 不断加强在边境地区控制力度啊 这种情况下 其实印度啊 是没有啊 没有更好机会的啊 他现在印度呢 在西段 在东段 在藏南地区 现在是焦头烂额 尤其是在这个藏南地区啊 现在这个和黄主任之间的冲突是啊 频繁的 所以目前看印度啊 在布丹 现在控制力下降啊 我觉得中国现在收回啊 更多领土 尤其是先将中国布丹的边境确认 然后呢 再逐渐的啊 向这个印度控制区域啊 再扩散 还有咱们看一下地图 最后提一句这个西津啊 西津是被印度强占的啊 其实呢 在当年联合国其实不成立啊 不承认的 因为他为了保证这个西里谷里走廊 所以必须将西津拿下 所以我觉得一旦咱们中国啊 这个在布丹啊 孟加拉 尼尾这个啊 把这个边界彻底搞定以后啊 加大在这个边境地区投入 那后续的如果铁路开通之后啊 进了亚东 那么咱们可以想象未来西津怎么办 西津啊 我觉得一定会选择嘛 重新脱离印度的啊 我觉得咱们后续支持西津的独立啊 可能就是咱们一个出路